這場我們要讓我們的Ross 再度重斬雄風 回到2011MVP Ross的那個標封玫瑰 這場一開始我先演自己是防守漏洞 讓他們卸下心防 等等他們就會知道我飆起來的時候 是連我媽都會害怕的 而這一回合開始 顯然對方的Ross是一個真防守漏洞 我剛剛只是假裝讓他投 他這邊是真的沒想到要防守我 輪到我們的回合 我眼睛死狠狠的盯著這個Derek Ross 請問一下這個保羅又是誰的呢 我原來我們整隊都是監視器 這邊我又有跑出了一個空檔來 不過一個假投之後對方沒有打算放過 我就切進去分球 這一個切入勇氣十足 這邊已經跑到外線來 尋求一個空檔的機會 但隊友沒看到 但不過沒關係 這個助攻我也給自己9分 輪到了對方的Ross持球 就這樣直接走進來 大搖大擺 誰都知道他要上籃 有勇無猛 這個上籃我只能給他0分 很可惜 這顆球呢 被保羅船長給撿走 對方的羅羅 誰啊 就直接這樣灌進來了 目前比分4比4 但我們完全不慌張 不害怕 這邊連續一個突破 晃開對手 系統都給我了一個空位出手 但沒進 這邊我在尋求個空檔 沒機會 把球分給拉伯 這時候我再自己跑個空檔 但拉伯想都沒想 就直接灌進去了 這個灌籃雖然得分了 但是完全沒有銳智 不過還是要給我的隊友5分 球又回到了對方Ross手上 一個突破之後 一看就是要上籃 真的是火鍋 吃不怕 欸保羅怎麼沒人手 我們來換防一下 結果對方Ross一個wide open的機會 直接把握住 系統就是比較喜歡他 比分又回到了6比6的平手 OK 我們不會像對方Ross一樣 直接切進去 我就是喜歡 分球 給隊友製造機會 這邊我又跑出個空檔 其實我完全的大空檔 但是我還是要玩弄一下這個技能 突破之後 漢地拔充 就是帥 我已經發現我跟對方的 Ross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對方Ross仿佛只有一個案件一樣 就是上籃 就是上籃 一直上籃 瘋狂上籃 不像我們 我們還會尋求外線的機會 當然對方也會 不過可以看我這個空檔跟海一樣大 不出手就是不出手 怎麼樣呢 明明對方的Ross就在我後面 為什麼系統會算他干擾 結果對方的保羅 來了一個大空檔 不過還好沒進 系統可能還是站在我們這邊的 來聽一下 Ross的煞車聲 嘰 有沒有聽到 來了 直接上籃 我這一次 不分球啦 因為分球給隊友 隊友好像也沒有 懂我的意思 這邊呢 我們拿著 2分的巨大優勢 繼續的比賽 這個Ross看起來又要切入 請問一下 保羅船長怎麼又會有空檔 到底是誰要防守這位保羅 原來是我們的超級大手 Rabon James 我給這位玩家的財力打上9分 但是防守我只能給他3分 OK這邊再一次的命中 我們的Ross就是這麼的兇猛 就是這麼的帥氣 不得不說呢 Ross的整體素質真的是 爛到爆 真的是蠻爛的 要什麼沒什麼 切入速度也不快 進攻變化也不多端 有一個 上籃分球稍微好用一點 再來呢這個遊戲的超級有一點看不太懂 感覺真的是超級難超 明明這個中鋒就已經持久很久了 我一個有超級技能的後衛居然超不掉他 這邊呢還想問大家一個問題 請問一下到底要怎麼樣用花式上籃呢 在練習的時候 你愛怎麼花他就給你花出來 不過呢實戰的時候 怎麼樣都花不出來 到底這個關鍵原因是什麼呢 不過沒關係 回來這裡 其實Rabon有一個超級大空檔 但是他就是要切進去 硬是要爆破 要把Rabon的技能展現出來 展現我們課長的財力 沒關係我已經全部都感受到了 這個Ross又想要切入 不要整天都一直切入 變化一下變化一下 來了羅羅的老虎灌籃 直接被我們的Rabon James 拍落地板 OK這邊呢我找到了一個空檔的機會 晃進去 上籃 關鍵上籃大招開起來 Ross的關鍵上籃大招呢 跟劉川鋒有點像 如果要被蓋的時候 他會自動轉換成拉桿 也是蠻帥的 好我這邊大膽可以預測 這個Ross又要上籃了 沒錯 完全沒有點分球技能 不過應該就是沒有特別練吧 他也就只有一個上籃間 本場比賽我們已經砍下了10分 這邊我再跑到一個超級大空檔的位置 這一次毫不猶豫出手 系統毫不猶豫的送我一個鐵鍋 OK我這邊呢 在切入 就是這樣 直接上來 他們一定是在忌憚 我會分球 所以不敢直接跳 那剩下最後的4.7秒 對方呢 沒有辦法製造任何的奇蹟 Ross最後一個跳投 結束這一場 本場比賽我給自己的 進攻分數 10分 對方的Ross得了10分 我給他2分